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在我们的细股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如果光从市值上来看真是富可敌国那谈到他们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是不得了对 咱们干脆点名说话吧网络拒拨应该算是科技霸权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这里面包括搜寻引擎的当家谷歌 包括社群网络他的当家 脸书 包括电商平台的当家亚马逊 还漏了谁 当然还有我们用的这些苹果公司 这也算是个霸权 对吧 那当然了 那其实不少另外这些包括另外做电子游戏的这些有名的公司 Electronic Arts OK 那还有新一代的小一点的社群网站的盟主 Snapchat 就这一类大大小小 对 其实我们讲到霸权我们绝对不是好像起人忧天说将来人工智能来了以后会夺走多少人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机器来控制人类那种的恐惧症 我们讲的就是现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既要用这些科技但是又不可避免的被这些科技公司霸凌的情况 你说不其人忧天其实还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你仔细想想看 你上一次打开你的internet browser 就那浏览器的时候 你是上哪些网站 你知道在十年前还有很多选择的感觉 你会试试这个试试那个 今天很多人都把浏览器定好了 一进去什么 Gmail了 Google了 Facebook了 对 对不对 有些人也许在电脑上用个就另外一个像Instagram Snapchat这些或手机 对不对 那手机就跟别说了 好像用来用去大家就集中在那几个平台上面 所以这个跟过去的科技霸权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以前科技霸权想到什么 什么 IBM 那些的 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对 你这样讲很有意思 因为我记得我们提过在矽谷硅谷的科技公司啊 各个雄心万丈都要 英文叫Change the world 中国人说都想改变世界 但我们开玩笑说都没人肯改变世界 每个人都想改变全世界别人 那某种程度来讲 真的改变了人的生活 但是这个改变的方式是不是都是很晴空万里 就是你讲这不是起人忧天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以社群网站非常多的心理学研究 就以八年级的学生来说 每一周上社群网站十个钟头以上的 他的发生的这些问题 包括说他感到不快乐 增加一半的比率 那至于说是什么忧郁症 那更是增加四分之一 所以有许多资料是已经在发生 他不是起人忧天 对 那我们现在就讲好了 他不仅改变了我们这个每一天的生活 改变了我们的心情 甚至改变政府 你看 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星期就要进行美国的中期选举了 那我们就想到在2016年总统选举当中 这些社群网站特别是脸书所扮演的角色 当时我们还记得说脸书也好 还有谷歌也好 都在他们的整个的内容也好 或者是在他们的运作方式也好 有政党的偏向性 或者针对候选人的偏向性 这个是不真的事实 比如说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 如果你搜寻希拉里跳出来的和搜寻川普所跳出来的提示是完全不一样的 希拉里的提示都是相对正面的 而川普的提示都是相对负面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公司都会强烈的否认 但是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因为很简单 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两代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差异 那么在许多这些科技霸权的公司 很多我想这些他们的员工同事们属于我们这一代的 应该远远小过属于我们孩子这一代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也许某种程度社会的缩影 只是呢 这个平台它的影响力是极度的放大 所以呢 这本来大家到处都有的不同的看法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变成一个不公平的扩大 那英文他把它叫做一些BIAS 因为有人觉得他吃亏 偏见 不过话说回来 你说谷歌他跟你说 我是提供个服务给你啊 你可以不用看那些对希拉里的负面的 或者对川普负面的 你可以去挑你要看的 你可以打进去 Trump is great 看看有什么嘛 对不对 所以就说有些时候他们的做法 也许跟我们想象的真的没有那么大 他们真的没有说故意去操控这个 当然了就前一阵抓到一个谷歌的一个小经理 他那个电话开会的时候被录下来了 就他们很得意就说你看你现在打什么是什么出来 那时候我听不搞这个老兄现在大概已经不在 谷歌了 但是这一方面了 另外一方面就说像脸书这种 坦白说像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的朋友 有几百个朋友的话 脸书怎么决定什么内容是先让你看到的 什么内容是在很下面你根本看不到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搜寻的排名 跟这些不同的演算法我们都知道这是每家的天机 好像客户可乐的那个饮料他还不会不会申请专利 申请专利就全世界都知道对吧 这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到到到将来跟随一辈子的商业秘密 所以我相信这里面怎么做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有点确定就是你知道他不完全客观 那当然他是不是故意其实本身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 因为很多事情的不对啊并不一定要故意才可以算不对 有些事情如果你该注意你没注意即使你不是故意那还是属于疏失 对吧 所以就是回答了我刚才那个等于是一个问题 说也许他只是无心之过 对他的这个logic嘛 他的algorithm演算方式就是出了这些很抱歉就这么回事 那不过还有一点呢我就想到就刚才又回到讲说那个很容易上瘾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说这个脸书跟其他的一些社群媒体了 特别是哎呀那个我儿子啊一天不知道花多少小时在看 他看这人传来那人传来 你说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管他的这个东西是个社会问题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再回到30年前把那个古龙啊穷瑶啊都给他抓起来 当然我相信就是说在青少年自律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的确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能够完全来怪罪现有的社交媒体啊或者是社交媒体所传播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他是不经意的一种的偏向性啊通过他的演算的这个算法啊来体现的话 最近我倒是看到因为在选举季所以呢就看到一篇文章调查 就是专门看脸书公司的职工他们在向共和党和民主党捐款的分布 或者是谷歌公司他们的职工个人向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进行捐款的分布 你就会发现那个相比于2016年来说今年2018年所有这些公司的员工更大成分的向民主党来捐款 甚至高达90%以上 90%啊 你想看他人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说他的钱都过去了 他怎么可以说保证说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一丝的私心呢 其实我讲了这段时间以后我就想到 而是我们其实已经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了嘛 是 为什么讲来讲去这几家公司 所以问题的癥结是在这些公司啊是垄断嘛 等于是说哎呀 如果我今天上谷歌搜寻我不喜欢他的结果我就换一个 但问题是我换哪一个 对不对 他的竞争对手都实在是不成器 其实这几家都有垄断现象 因为在传统的商界理论 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可以是市场的翘楚 等到四十五十六十呢 你就开始进入垄断区域 那众所周知 脸书全世界三分之二上网的社群网站都在脸书上 光他那个人数二十几亿人你就知道 那谷歌更是大概除了中国之外 各地的搜寻引擎的一个是一个 一个一个无可避免的标准 那电商亚马逊全美国也一半也是在这 对吧 那其实果粉非常忠诚 这个当然他有很大的竞争 但他有一个很强的凝聚力 所以这些确实是 的确各方面是符合一些 垄断的一些行为 意思就是说 别的人很难跟他进行大规模有效的竞争 所以嘛 垄断就带来霸气 他有市场占有率 他有他的用户占有率 对 还有就是霸权 那个我可不可以就是稍微用一个不知道恰不恰当的比喻 这不是相当于在某些极权国家的报纸 还是有报纸 对 但大家都看一样的报纸 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 那报纸上告诉你什么 你就信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其他的报纸可看 对 比如说这个在某些国家的话 全国人民都看一个新闻联播 或者在某些国家的话 不管你是哪个城市的报纸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报纸的版面全部都是一样的 还好这个美国欧洲这些地方呢 毕竟虽然有垄断 好像是有点趋近于一言堂 虽然那个一言堂大声疾呼 说我不是 但是还好呢 这里有各样不同的多元制衡 因为其实 自由派也不是很希望看见这么大的企业影响力 那至于说保守派 更是因为认为它是有这个价值偏见 其实也是 所以其实呢 这些团体 不管是在美国对于自由派 保守派 或者欧洲 其实都已经引起很大的一个警惕 那你从历史来看 其实这些垄断的企业 最后 不是你也讲过 其实只有一两个结局嘛 因为你看钢铁业 你看石油业 你甚至看PC时期的霸主 两家都被反托拉斯 反垄断查过 记得吧 Wintel 一软一硬 那不过是20年以内的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会发生 那至于物尽天责 等到下一代人工智慧出来 都不用这个 说实话 实验一样还不会出现 所以呢 这个看来 这个不同程度的规范 应该是会渐渐越来越强 或者就说 有非常强的竞争对手 会杀出来 就比如说Microsoft那个Bing 我刚刚想了半天搜寻引擎 总算想到一个 还算是勉强 可以算是竞争对手 那个Bing如果成气候一点 可能他就可以挑战到 谷歌的霸主地位 那谷歌就必须要调整 他的这个演算方式 然后来让更多的人喜欢用它 诸如此类的事情 Bing这个翻译 有一个中文的名字 我觉得翻译特别好 叫毕应 毕应 太棒 那么当然你看 不光是在 比如说是手机业 不光是在搜寻引擎 我们都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公司 他们想要后来居上 弯道超车 对 结果现在看来看去 好像都还没有什么样的前景 这个从脸书 自己在 这个 他的创办人 再回答国会 问他的问题 就可以看出来 你知道这些有垄断嫌疑的 都想尽办法 让大家知道说 你别看我这次过得很好 我跟你讲很辛苦的 这家也打我 那家也打我 对吧 所以 国会问他说 那你觉得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是第二名呢 那这个时候照说 他应该要讲很多 对 其实他是无言以对 因为讲不出来 具有说服度 他可以讲Instagram 就是脸书自己旗下的公司 对 当然 我们刚刚讲了 如果市场没有办法 来应对这样的科技霸权的话 是否政府可以插手来管理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 再继续跟您谈 科技霸权的恐惧症 欢迎继续回到 我们的谢国龙门症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科技霸权的恐惧症 刚才我们讲到说 对付这些的科技霸权 比如说像脸书 谷歌 我们一开始是希望 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 能够有其他的后起之秀 能够崛起 跟他们抗衡 这样的话呢 就不让他们 可以继续垄断下去 但是现在万一 短期内后继无人呢 对 那么就要看说 那到底政府在这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据我所知 司法部就有反托拉斯部 那他针对很多的 比如说在市场上的 这种垄断行为 他会介入根据美国的法律 进行遏制 同时的话 我知道美国国会 也针对很多企业的诟病 他会进行审查 说实话 这个是个很复杂的话题 你仔细观察 每一次上法院 所有的人都知道 是个矿石 耗日的事 更别讲 美国司法部 以一国执法之尊 跟一个数百亿美金的公司竞争 那更是世界大战 常常商场的正义 等它伸张的时候 都已经到下一世纪 其实常常是非常久 第二个呢 他所产生的问题 也只能形式上 做一些 我不是说不要这样做 但他管不了这么多事 那常常反而是 因为他在调查 所以就让这个公司那部 开始变得非常的官样 因为他必须 每件事都要保护 IBM当年的时候 以及在 Intel 还有微软 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微软阶段 整个公司的创新 整个公司的迅速 就开始被 被压住 因为动辄得救 然后充满律师跟文件 也许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他们自己 开始变得失去竞争力 所以你讲了这个三条 第一条是 政府效率太低 第二条是 公司养风因为 第三会遏制创新力 其实这个100年前 就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了 不管是石油业 钢铁业 还有铁路运输 还有电话 都是一样 然后他们都经过一段震动 起什么震痛 就是政府给他痛 就打 想尽办法 用法规打 用FCC等等的 就是要regulate 来管理这些 没错 监管 但监管的结果 通常就像 Jaren你刚刚讲的一样 美国的telecom 通讯业 本来根本是 通讯都好像是美国人发明的 贝尔公司 但是一夜之间就开始落后了 为什么 你把拆成小公司 还是谁要投资 对不对 还有其他行业就不用多说了 铁路也是很好的 不过铁路 讲这个就显得太老了一点 不过美国的铁路 基本上100年代 没有人再去改进 没有人进去 为什么 什么都要管 我就放烂铁路 能跑就跑 不能跑拉倒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如果发生在科技业 还真的会 盲人蛮寒心的 因为毕竟我们也算是 在高科技产业 你也不希望 这个他一被管 就被弄死了 对吧 那我们对大家 不管是投资 或者是 这个就业 其实也没什么好处 更何况 现在错综复杂 这美国 也并不是 没有别的国家 还跟他竞争 真把这些霸主 好不容易帮美国 起码算在很多地方 算是争了个世界第一 你把它搞到世界第二 那可能问题也很大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一管就死 不管就乱 可是你要想到说 其实 这个政府和这些企业 他们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蛮微妙的 当然政府的 整个的作用 不是在于 只是管管管 或者是征税征税征税 政府其实上还可以帮助某一个行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这个正在形成的这个5G的通讯标准 这实际上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所以你现在看到说 其实美国的政府实际上也在保护美国的企业 希望可以在整个的标准的制定 在整个的硬体的铺设 各个方面都是希望能够帮美国自己的行业 而且最近真的还蛮多5G的新闻 看来川普政府好像真的想说 用政府之力把这个东西赶快推出去 对这个因为正好是我现在在走的行业之一 所以的的确确 这美国的5G是在领先 不管是在这个 在9月10月的时候 这个运营商Verizon的第一炮 然后接下来它的竞争对手AT&T 很快就会第二炮 美国另外两小 这个T-Mobile Spring 一核就变第三家中型 那美国的技术应用各方面 像我们以前确实是领先 那么所以在这方面呢 前段时间顺便讲一下说 没让Blockon去买Corecoin 这点还真对 因为如果它真买了 可能很多人就没饭吃 那它的5G动能就降低 那确实这个也有一个区域竞争 还挺复杂的 所以政府它不仅仅是能够这个有个管制的作用 它还有一个推动的作用在那里 对比如说在印度 现在电商是亚马逊 重点要攻印度那14亿人 对吧 比中国还有过之无不及 对吧 那中国的也有它的这些巨拨 虽然那个巨拨是中国 这个把门封锁起来 一部分培养出来 那他们也要进军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管了也不能管太凶 管太凶的话 那在海外的市场 别说是5G跟国力 在海外市场也会输 可是你说管太凶啊 或者管不管 其实这个管的前哨战 早就已经开打了嘛 就是这个net neutrality 这个议题 网路中立化的这件事情 没错 这件事情听起来 哇真是乌托邦啊 每个人得到网路的速度都一样啊 你的access嘛 就是都可以用啊 对你付费的和不付费的 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待嘛 那么这个本身是在奥巴马的时候呢 是实行的 结果川普上台过以后呢 就把这一条就拿掉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在选战激烈 民主党希望说 借着中期选举重新夺回众议院 他们一上台的话呢 就希望能够把这个 这个所谓网络中心化呢 这个立法呢 重新再恢复 我个人啊 对这个议题啊 是非常中立的 我是非常net neutral的 为什么呢 来听听你的中立的认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理念上觉得 这听起来真的很好啊 对不对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嘛 像自来水像电一样 那隔壁人家多用电 我这边少用电 那我们的电压都一样啊 对不对 我们电流都一样强啊 但是啊 我听到一则新闻就把我给吓死了 为什么 他说啊 如果美国在各个层面都执行所谓的 net neutrality 那所有的这些大的 telecom 对 通讯的公司都说 那我就不再投资了 为什么呢 我投资我也不知道 什么那个不付钱的人 那付两毛的人 要跟那个付两块的人 同样的速度 那不是要了我命吗 我当然是应该把那个好一点的东西 给那个两块的用嘛 那两毛子给你擦一点的 不行 要neutral 大家都要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说 在新型的世代里面 究竟讯息是否是成为像你所讲的自来水和电一样的一种的基本的消费 那我们坐飞机 我们知道做头等舱和做这个经济舱当然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的享受会不一样 你的空间会不一样 你的票价会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能说 好 我这个做头等舱的和做经济舱的卖一样的票价 你说或者你像那个站位大妈一样 他在经济舱看到头等舱有位置 他就跑过去坐下来了 那空服员就说 你不可以坐 你付的是后面的钱 这个上面有空位 飞机坐前面坐前后面重量不是都一样 你如果是后面舱我坐前面不行吗 你说这个non neutrality是不是变这样了 有点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要来看 说我们讲到刚才的这个科技霸权 它的霸是霸在信息 对不对 它掌控你 你什么你可以知道 什么你不会知道 它删除了 屏蔽了 那么这个有点像有些国家的这种的这个新闻管制一样 那么现在它是通过它的算法来做 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 这算法是否是中立的 这个还有待来查证 只不过就是说 它的霸已经把你的这个讯息给霸了 那会不会有一天就政府搞一个什么委员会 找一些社会贤答人士来说 我们来审查你这个演算方式 看你有没有倾向什么政党 或者有什么 这可能也 虽然是半开玩笑 可能也不失为一个方式 对吧 比如说有个审查委员会 但是这个其实听起来也是蛮可怕的 因为我们不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国家吗 但是得开始看 那大家都知道新闻是得自由的 但是现在变成信息呢 不能太自由 因为你知道它这个信息里面有偏见 还有一些超过它该有的界限 所以得审查 一方面是觉得不审查也是会出问题 再方面审查讯息跟审查新闻 就开始变得很模糊 所以说实话还真的挺复杂的 对啊那与其找一批人在那边天天上网 我儿子可以做这个工作 不如就来搞个防火墙 然后来就一些关键字啦什么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某个国家 对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这个恐惧症是针对说 如果说你管得太松的话 让这些的科技霸权来控制我们的生活 这是很恐惧的事情 但是你一旦政府介入把它管死了 那么就变成说这些的我们所要享用的这些服务就不在了 这也是蛮恐怖的事情 你可以现在可以想象吗 你如果说你的这个网络这个慢的要命 或者是说所有的这些的都需要政府来审核说 他的这个公司该怎么运营的话 那我们的自由经济也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恐惧是双方面的 讲到最后还是两个字 一个是借 你要管到哪里 还有一个是度 即使你要管 怎么来管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谁来管 是不是每件事一定是只有政府能做呢 还是你可以成立一个各方的一个中立 或者是各方参与平衡的一个机构 那其实产业有产业机构 对吧 这些说实话真挺复杂 我想这个从政的人呢 是绝对既不懂也不见得有这个心理 那这个在里头科技霸主 那更是他不会没事自己管自己 那一般的老百姓 我看既没政治影响力 又没科技霸主 所以这我看还有的讨论 那你刚刚讲到的一个很好玩的话题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到的就是自律 那其实有很多行业自律的一个问题 假如说政府跟你摆明了说 我也不想来管你 但是你也不要太过分 因此的话呢 在借化好了以后 那你们自己要怎么去运营的话 你们自己来做 这个谷歌在创立的时候就想到了 他马上就回你一句 不行了 Do no evil 听起来好浪漫 对不对 但是自律 我觉得在公司或者在个人 也是跟你自己的价值观 跟你的道德观是一样 你觉得你很自律 但你可能一天到晚杀人放火 我说这不错嘛 对不对 我是替天行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到底是谁来说 你这样自律够了 不行 其实美国的立国精神 就不相信人能自律 不然就不用三权分立 不然总统就可以干一辈子 对吧 同样道理 谷歌的执行长 是公开拒绝去国会听证 这个呢 说实话 没判他藐视国会 没给他关起来 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他最后是群众压力 不得不去 所以呢 自律 至少对我来讲 不是很尽税福利 好 那么讲到底 我们看这个三权分立 是否可以在行业里面进行 使得有一些的均衡 对抗 公平 甚至是透明和问责制 使得我们的这个恐惧感 稍微能够小一点呢 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